你们先去小伙子 咬一口 司辰 你怎么在咳嗽 我有一点不舒服 你是不是感冒了呀? 想要感冒,睡觉就好了 陈飞昂呢? 他去和Alex的团队谈并购的事情了 你这严重了可不行 我去帮你买药吧 坐下 陈飞昂陪我带一会儿 这是什么? 对了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你忘了吗? 你发给过你的资料 让我全部背下来来种 那我生日也就种这么小一个蛋糕 我回来的时候太晚了 所有的蛋糕店都关门了 不过我特别的幸运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小男孩 他正好也在过生日 你从人家小朋友手里抢了一个蛋糕过来 对啊 不不不 其实不算是抢 我给他唱了一首完整的生日歌 然后他好心地分享给了我一块 我也要听生日歌 许个愿吗? 你先唱歌 行 给你唱 祝你生日快乐 祝 following you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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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能一直留在我身边 学什么愿啊 不告诉我 小气鬼 那分蛋糕吧 谁时候跟你分 李思辰 你不知道什么叫见者有份吗 再说这是我买的 想吃吗 来请 好 好吃吗 甜吗 真好看啊 别照了 你已经很美了 我太喜欢了 谢谢我的好闺蜜 我爱你哦 好了 给我看看 你们有没有拍什么 时尚的米兰风景大片 大片倒是没有 不过有一些风景照 看看 不对呀 你这个有情况啊 不是 什么情况 你别瞎说 你看看这张 他看着你眼寒秋波 你看着他寒情默默 哪有 还有这张 他挽着你 双甲通红 还不是有情况 够了啊 就就就正常的 合影 对不对 就 不可能 看看这个 眼都眼不出来的 顾琪琪 说实话 是不是有情况 是不是喜欢他了 服装厅的打板 怎么样了 打板呀 回来了 我跟你讲 可完美了 你看看 怎么样 怎么样 毫不夸张地说 我就是天才 不过 我们这才刚开始 男的还在后面呢 看 你看看 一心一面 全心全意牛排 再加上这 一生之爱的红酒 挺熟练的吗 自己经常在家坐 偶尔吧 给谁坐 思辰 你俩还好这口呢 那个 这样吧 我觉得 我们是时候该聊一聊 关于前人的问题了 啊 那个 娜娜 我知道你可能听了一些 风言风语 那个时候 我都年少不知 你先不要生气啊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有过几个前任 有几段感情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呀 你不用对我隐瞒的 你 你确定 你不会吃错 不会 那我就出了 那 那 我要从小学五年级开始 那是我的初恋 接下来就是第十个 第十个这一段感情 就比较唯美 有点凄凉 但一开始是小青西呢 她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孩 然后就是第十五个 是你上一任的秘书 她呢 本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她长得圆圆的 大大的眼睛 就让我没有那个心动的感觉 但有一次一瞬间 直插我的内心 我 那 娜娜 你之前 谈过那些男朋友 我初恋你见过的 然后就是你了 她过来就是我了 对啊 娜娜 你看我这么坦诚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都坦白了 那得不得给我加个十份呢 的确 不过 初恋过早 钱你有过多 扣二十 二十 不是你得听我解释啊 而且你刚刚不是说 我会生气的吗 有吗 我吃醋了吗 哪看到我吃醋了 我吃醋了